岳部长还有 还请岳部长 曾局长 刘伟员你好 部长好 曾局长好 部长我再来请教你 就是我们在ETAC全面实行之后 我们当初所发现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当初我们开始 我们用人工在收回溯票的 这些人员的安排的问题 最近媒体也非常关心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回溯票 如何去处理的问题 有些很多回溯票还在民众的手里 那部长我看到在高工局 他里面我们今年明年度的预算里面编了一笔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五十五亿多还是五十七 五亿多的费用 就是准备要支出把这些回溯票给买回 当买回这个当我们这个是基本上是赞成 就是说让民众 但是我们认为买回只是一个管道之一 局长部长我先请教一下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有没有什么比较又除了买回的选项之外 有没有提供他们其他的选项 可以让他们比较便利的来处理他们曾经花现金去买回溯票 包括是不是 当然转让你们管让管不到 他们反正就可以转让 包括说是不是可以到 他如果愿意的话 愿意把这个化为是e-tech的处值 部长 是不是说选项 处值对不对 对处值是一种选项 买回是一种选项 因为买回 部长请教 他是局长你回答 现在买回他有哪几个点可以被买回 好请局长说明 现在在所有目前收费站跟我们的服务区 还有高工局的办公室都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回收 那对民众来讲 比较能够找得到的地方就是收费站 对因为也不断的我们收到一些讯息 就大家觉得这些点还太少 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个扩大回收的一个发包作业 部长 将来可能会到其他通路 我们做这个这样事情是好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买回 第一个除非你广设很多他容易被买回的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当然要给民众一个选择 他如果说 反正我常常在上高速公路 我这个把它化成我可以处值的一个选项 这个来达到有没有 我说选项不是一定要叫他处值 是买回或者是处值这样的选项 有没有办法达到 对除此的话就他等于是同现金去处在他e-tech账户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账户再由高工局这边来付钱 我说要 这部分我们可以来研究 可以来研究 你 这个当然是要这个公司远通公司来 远通要配合 对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是可行的是 高工局这部分能够跟远通来来处理这一点 这一部分远通如果可以配合的话应该就可行 但是这样的一个option我们过去没有 我们来积极协调远通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事实上远通来讲应该会很高兴 有人来这边等于帮他做处置 我正想是说我们来协调看看 选项之一 对对我 就是说我要被买回也可以 反正我常常说我就省得麻烦我处置也可以 我觉得委员的那个建议非常好 就是说除了现在以外能够加一些其他的选项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他比较容易处理他的回溯票 当然如果说我们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选项 比如说买回这个选项 光我个人认为光现在的收费站 或者你们办公室 你们办公室在哪里很多人不知道 收费站大家很清楚就上高桌 在上高桌还是相对不方便 是不是有没有办法 即便要被买回的这个点 要增加了 要增加了 对我目前正在办理这个发包 就是要扩大回收的点位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的责任跟专业 因为那个东西可能会有尾票的问题 所以要有一些辨识的能力跟训练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跟远同进一步来谈 因为过去并没有谈过委员所建议的这样的一个option 这样的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来跟他谈 好吧或者跟 反正就是增加这个点 让消费者能够 增加选项跟增加点 好吧 好谢谢局长 部长那我再请教一下 那关于回收票 当初在执行这些收费员 现在目前的整个状况状况是如何 各位委员报告 这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在解雇之后 我们给他补偿的部分 这一部分已经透过劳资协商 按照相关劳基法的规定 我们不管他是 现在属于行政院的约雇人员系统的200多人 或者是其他按照劳基法 所谓用通行费的人员 都一律给他发七个月的一个优惠之前的一个补偿费用 他就变成说 超过原来劳基法的一个补偿的额度相当的程度 那另外他领了补偿费以后 他如果愿意继续工作的话 我们是要求远东按照契约要百分之百的吸收 就是要完全领约 只要我们的同仁有继续工作的意愿 他就要跟他去做媒合跟辅导 要能够成功的去转职 这样成功被媒合转业的比例 你们有没有数据 目前正在进行中 现在初步已经有十几个了 局长 这个当然是一个因为时代的进步的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我们国家进步付出青春跟劳力的这些劳工 他的权利应该被照顾 你听我讲完 所以但就说这后续的 你们现在在进行包括 之前你们按照牢记法的支险费等等 那你们都在处理 但是本席比较关心 因为有些他还在壮年的阶段 他突然本来是有一个他可以温饱的工作 有一个他他一个寄托的工作 他现在没有工作 不只是收入的问题 对他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是请部长能够来 局长 你的后续的 你说在处理的媒合 转介他其他工作这部分 后续的 是不是你要持续的来关心 然后有相关的资料 我想感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 目前我更正一下 我们有23位在这一波里面 已经完成媒合 已经完成这个转转制作业 那另外我们会要求 百分之百的预约 也就是说他要除了照顾他转职工作机会以外 转职过去以后 他仍然要有同样的薪资 不能降薪了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转职是会被转到哪些单位 是 就是到远通的关系企业 包括远东集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集团去吸收 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百分之百要求履约 我们一向站在跟我们同一个 局长既然合约里面已经有这样 这是合约里面规范 当初照片就知道了 是不是你跟老委会这边大家跨部会的合作来持续来关心 这样子的劳工转职的部分 我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而且我们已经每一个站都走过三次的一个辅导 每一盒罪已经走过三次 本席也会持续来关心这问题 会持续要求这件事情 谢谢 局长你先请请回好了 部长我再来请教你 根据媒体的报导 在昨天 第一个包括高铁的误点 那听说台铁好像昨天也发生过两个意外 不过那当然是意外 包括老先生或汽车开进去的意外 部长请问你一下 台铁这整个排除这样的意外 它费了多少时间 你有没有这样的资讯 台铁局的副局长有在现场 是不是请台铁局副局长说明 跟委员报告 因为它这个是外来的死伤事故 那依照程序的话 必须要检警单位 它要先进行收证 收证然后心理现场完了以后 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才可以放行 我们才能够恢复正常行车 对 所以整个流程大概 大概那个要看 这个一般来讲 昨天的话 第一个事故因为它是有死亡 所以那个花的时间很长 从下午三点一直到七点多 才完成 那另外一个事故 机车床平交道 那个它因为是马上送医以后 所以那个时间是比较短 大概不到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左右就放行 所以它这个时间要看事故的严重度 还有看检察官的一个情况 请它的收证情形 一般来讲 大概都差不多要一两个小时以上 一两个小时可以 你在你们的 一般来说 一两个小时可以完成这样的程序 要看它事故地点 还有时段 那一般平均下来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部长 本席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 台铁对它的重要性 当然不亚于高铁 很多人在搭乘了一个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那我们也 因为外界对台铁当然 多所 评语 对很多的 在这个庞大 这么庞大的机关 包括它的准点率 等等 服务的品质 那也包括 在遇到这样的紧急危难的时候 它能排除的效率 排除的效率 能够比较 我们要求它能够要能迅速的排除这样的危难 让交通能够赶快恢复正常 部长 所以也请你 要来持续的来关心这项目 是是是 当然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更重要 我也会请台铁局 还有我们整个交通部呢 就这个民众啊 经过评交道各方面的这些 应该要注意的安全 不要乱喘 评交道这个方面的 宣导 我觉得要持续的再加强 部长 部长 那本席再来 来请教你 本席长期来关心的就是 关于花东铁路电区化 现在的整体的进度 你掌握的状况 我们那个事实上已经有 有一些不同的路段 在已经在测试通车 这个测试中了 已经有一些路段在做了 原则上呢 我们的目标还是一样没有变 就是明年的六月底之前 会通车 营运通车 那 明年六月底以前 这是你们目标 对 我们现在是非常乐观 应该六月底之前可以完成 是全线的通车 唯一的一个例外 就是那个 普悠马号啊 因为他要经过 所谓的IVMV啊 还有日本的一些 什么样的验证的程序 那验证结果会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握 这是 其他所有的都是OK的 那部长 但是我们花东铁路电区化 开通之后 就是要走普悠马号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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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就是其他的电链车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自强号啊什么车通通都是电车啦 只是说我说普庸马号因为涉及到 并不是我不能走 而是有一些国际认证的一些问题 一定要这个认证程序走完 但是有可能还是一样六月底可以做完 就是这样 这个不是操之在我 你今天提的一个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比如说在六月底如果这个认证数没有下来 普庸马号还是有可能 我们只能暂时的跑其他的电链车 但是不是新的普庸马号的电车 但是原则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六月底统统都弄完 但是这里面真的涉及到国际的认证 他们跟我讲 我们请副局长来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刚刚部长说明的是 就是说所有的电链车都可以进去没有问题 那普庸马因为它有一个程序 我们要进过一个 那现在我们跟铁工具也在协调 就是说部长 就是说我们合怀制造部里面的政策 希望赶在六月底前让所有的电链车能够进 但是它验证程序最少要三个月了 最少要三个月 所以我们是尽量在赶这个部分 泰鲁格可以先进去没有问题 泰鲁格可以先进去 新的车还是可以 对 新的车因为它有一个IVA验证程序 那本席要再请教一点 好了 我们就六月底 保守估计六月底它可以通车 那台北到台东 就是最快的那个直达车 如果用泰鲁格号的话三个半钟头吧 速度跟普庸马号是一样的 部长我就是要你要确实的去要求在安全的考虑之下要求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历任 这包括你 包括包括您 包括马治国部长 包括马英九总统 他都一再承诺是三个 民众的期待也是三个半钟头 对 我们不要到时候新车开来的时候不是三个半钟头 不会 本席在持续的在这个会期将结束之后 我会提出相关的花东铁路电区外的资料 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现在休息